中国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1月7号的时候公告股权结构调整 马云不再是集团实际控制人 在中国科技监管的打击下 马云过去两年几乎是消失在荧光幕前 首富的人生也转趋低调淡出舞台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在2014年10月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首度摘冠 同年12月蓬勃亿万富豪指数显示 马云已身家286亿美元登顶亚洲首富 超越长江集团创办人李嘉诚 马云过去经常高调在媒体上露面 转趋低调的风水岭发生在2020年的10月24日 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对于金融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 直指中国金融当铺思想严重 银行的抵押当铺思想不可能支持 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场峰会的 视讯致辞当中说 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必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马云则在演说中提到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没有系统 中国的金融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 在金融业我们是青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系统 马云的一番话被视作是公然挑战官方权威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 在2020年的11月2日约谈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 董事长景贤栋 总裁胡晓明 蚂蚁集团原有的上市计划也被喊停 蚂蚁集团原本预定2020年11月5日 在沪港两地上市 上市融资总金额达到人民币2300亿元 是史上最大的IPO案 却在上市的前两天11月3日紧急喊停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说 重大事项导致公司不符合发布上市条件 或讯息披露要求 分析指出说 马云对于政策的抨击踩到了红线 有学者说 马云等集团大佬忘记了他们的企业仍然在中国 在政府感到金融帝国有些失控的时候 肯定会跳出来提醒这些大佬们说 谁才是真正说话算数的那个人 去年5月杭州市公布消息说 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马某某被捕 立刻引发了外界的猜想 后来才有人澄清说这并不是马云 事实上路透社在2021年的4月就曾经披露说 蚂蚁集团正在研究如何让马云剥离 其在蚂蚁集团的股份并放弃控制权的方案 随后网络也有传闻说 马云本人同意放弃对蚂蚁集团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在2022年7月报道说 马云可能会将部分投票权转让给蚂蚁金服首席 执行官等高管从而放弃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必须指出的是蚂蚁集团运营着中国无处不在的支付宝 而支付宝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支付应用网络 拥有超过10亿用户 报道还说蚂蚁集团的股权重组 不仅剥削了马云等人的投票权 而且进一步切割了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联系 这进一步确认了2022年以来集团的方向改变 事实上2022年9月 阿里巴巴就已经发布年报称 旗下蚂蚁集团9名高层已经全数退出阿里巴巴合伙人 最近一段时间马云更是鲜少公开露面 去年12月30日 马云公益基金发布讯息指出 马云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 参加了中国年度乡村教师得奖人见面会 马云说 拉巴之约从不缺席 希望能尽快和大家线下见面 马云过去两年多 曾被发现在西班牙荷兰等地现身 金融时报去年11月29日还揭露说 马云和家人已经在日本东京生活了近6个月 并且保持低调 还定期前往美国 以色列等国家 除此之外马云在去年的11月7日卸任 折商总会会长转任顾问 近日马云被发现在泰国曼谷进行社交活动 有消息指出在泰国马云考察了政大集团 富商谢国民也亲自接待他排场可谓相当的大 除此之外马云在泰国还和拳王进行了切磋 并且前往知名的米其林餐厅用餐 还有网友拍到马云的视频说马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 并且也低调了不少 头发花白皮肤又黑 额头上增加了很多的皱纹 想必这段时间他过的没有那么痛快吧 远没有曾经的春风得意和满面红光 马云是1964年出生的 到今年他也才59岁 虽然长得矮了一点瘦了一点 但是之前看着状态却是非常的好 最近一段时间经过一系列的风波之后 他瞬间仿佛老了十几岁 像一个70多岁的老人